这样一个组合 是因为什么机缘巧合 聚集在了这样一个作品里 主要才是《古诗同意》 是不是去年节目中 您就说过这个项目正在 去年其实是 你像赵家敬言唱的 这个《史之赛上》 其实就是《古诗同意》里面的一首 我们已经做了很多首了 尤其我的女儿开始 她们没有和这个时代 有关系的儿歌 那么我就想 家里我父亲也是作曲 我也是作曲 我们为什么不能做 这么一些事情 我们挑选了一部分作品 来给她们去唱 我们也请雷佳这样的 包括还有很多歌唱家 也带着她们这些孩子一块 来演绎这个作品 当时赵琳跟我说 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说这个事情太有意义了 我说我一定要参与 因为我还是自己有经历 小时候我的父母亲 就会用唱的形式 把那些古诗词 就唱给我听 妈妈跟我唱的那些诗 可能她都是自己编的曲 来唱给我听 然后有一些 比如像 《滚滚长江东市水》 或者是 《相见时难别已难》 这些都是更适合 大人的这种方式来表达的 所以古诗童韵的想法 就是希望用孩子们 所能够理解的方式 和适合他们的音乐元素 来表达 我自己也是一个妈妈 现在也希望 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给孩子们营造 这样一个歌与诗的世界 用唱的方式 教给他们古诗词 谢谢